拜登 若俄继续对乌军事行动 美俄关系将彻底破裂 中心设华盛顿2月24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24日在白宫表示 如果俄罗斯继续对乌采取军事行动 美俄关系将彻底破裂 这是乌克兰局势显著升级后 拜登首次就乌克兰问题公开讲话 他在之后的问答环节做上述表示 并称自己目前没有与普京会晤的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莫斯科 时间24日清晨宣布 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拜登在讲话中指出 俄方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 对于整个欧洲安全局势而言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拜登当天宣布了美国又一轮大规模对俄制裁 他表示 美方对俄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 涉及的总资产约为1万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将为此付出短期和长期的沉重代价 拜登同时透露 北约将于25日召开领导人峰会 以制定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措施 作为北约回应的一部分 他已授权美国防部向德国增派美军和装备 不过 拜登再次重申 美军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卷入俄乌冲突 美军去欧洲不是为了在乌克兰作战 而是为了保卫北约盟国 并让东部的盟国放心 五角大楼在24日晚间发布消息称 美军未来几天将再向德国增派7000名士兵 以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 这是美国在2月份第三次向欧洲增兵 累计增派美军人数达约1.2万 此外 另有约2000名美军已经向北约东侧区域移动 当天早些时候 拜登与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 讨论乌克兰局势 白宫在会后发表声明称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推进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 俄方的选择 将导致俄罗斯面临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压力 并被孤立于全球金融、贸易和技术体系 七国集团领导人还同意加强协调 以减轻乌克兰局势的溢出效应 并确保全球能源市场稳定 五斗 可以 比如说 这 societies